为了未来推展原住民族狩猎自主制度 来自全国不同族群的猎人协会 就面对的困境和难题 相互交流及诗广益 试图提出解决方针和具体建议 经过两天的讨论后 在最后一天提出问题报告 和与会的政府单位进行座谈沟通 而猎人最首要的问题就是猎枪安全 以及枪支规范 未来规范是希望说 我们从国外购买自制的零件来组装 那我们不要自己做零件 那这个枪支是安全有保险的 这对我们狩猎安全是有保障 那其实再回到自制其实走回头路 其实不安全的 警政署也表示 原住民自制枪与枪管理办法 将在明年公告 让猎枪事故不再发生 这是共同的目标 不过后期的教育训练 枪支的保养 操作 使用及保管 也是重要的课题 警政署计划由中华民国社及协会 在合格的靶场 使用合格的枪支及弹药进行训练 而各族群的狩猎文化也不尽相同 警政署也会与原民会 洽谈失支的部分 也有猎人担心在狩猎的过程中 误捕到保育类动物会产生刑责 林物局也做出相关说明 我们林物局有一个防火专线 0800000930 这个防火专线 也可以作为一个通报的一个机制 那只要有通报 这边打到保育类 就绝对不会有刑责 是免责不会有任何追溯的 一个法律责任的问题 猎人待会对于林物事物 及猎枪问题在现场都有得到回应 但在传统领域及猎场范围 猎人们也希望有公部门的说明及规范 对于原民会的作为 猎人也有所期待 一年一度的猎人审议大会 藉由省一市民主作为研讨方式 全国猎人们协力推动狩猎自主管理 已经进行五年之久 试图消除社会对猎人们的负面误解 也要保存原住民族珍贵的狩猎文化 而明年将公告的原住民自治枪 鱼枪管理办法 以及原住民族狩猎自主管理办法 是全国猎人们团结的封硕果实 也为狩猎自主跨出一大步 原事新闻 采访报道